好先生我们看一下在世界不同的角落 开始对于这个农耕或者是我们所吃的所喝的这件事情呢 有很多新的研发 目的都是为了让地球永续 报导中会告诉您 芬兰的实验室研发人造咖啡 预计四年内问世减少对于原生咖啡的需求 目的是不让热带雨林再被大量砍发 而美国加州呢让坚果壳比方向杏仁壳 可以变成有机的肥料 澳大利亚知名的饮品姜汁啤酒 其实应该叫姜汁碳酸汽水 它是一种碳酸饮料 但是澳大利亚原来没有生产姜的 它全面大量靠进口成本太高 以前的姜汁啤酒呢 只能少量添加 现在澳大利亚农民尝试耕种取得成功 所以它可以酿造超浓的姜汁啤酒 而且还要拼生姜出口 谢谢兄弟 谢谢 新有聚会来杯浸凉饮料 是不少民众在疫情后的消遣 澳洲北部地区目前天气仍然炎热 民众热爱的姜汁啤酒 现在原料之一 东方人下厨经常使用的清香料 成为酿酒商的新头号 制作下重本 其实姜汁啤酒并非酒精饮料 以姜 酵母和糖发酵而成 属于碳酸饮料的一种 因为早期都是酿酒商制造 才会以英文beer来命名 但姜并不是澳洲原生产物 早期都仰赖进口 现在澳洲农民尝试栽种 没想到超级成功 也为酿酒商节省成本和时间 过去一年中 担心就外来教课 无法适应当地天气 澳洲姜农尝试用温室种植 地面上满满绿叶 挖出来的姜比手掌还大 而酿造出来的饮品 江农们士气大震 预计明年的种植规模将扩大六倍 不只供应内需还要凭出口 希望能与中国大陆 印度 尼泊尔和泰国 这四大江出口国并驾齐驱 八公顿的杏仁壳 以往都是无用的废料 现在经过加热能产生生物炭 还有蒸溜物胶木酸 也就是木醋液 位于加州的这间废料处理公司 利用热烈解技术 也就是将有机物质 在无氧状态下的高温分解 不但能对抗气候变迁 又能帮助农耕 对消费者 农夫 社会 都有益处创造三营局面 这家公司今年四月成立以来 让当地农家耳目一新 过去农废料都是燃烧处理 但加州政府有计划 在2025年舍弃传统做法 加热成有机物 能让农废料变成黄金 此外也能为当地 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用更天然的方式 滋润土壤 减少合成废料 未来的永续农耕趋势 正在萌芽 咖啡师巧手 加入一定比例的鲜奶和咖啡 淋上浓醇鲜奶油和糖浆 未来这最主要的原料 咖啡豆竟然也可以靠原造 不像100%的 它味道是各种各种咖啡 但当然我们还没有在那里 我们喜欢的商业种类型 但它现在很像咖啡 在芬兰这间实验室内 桌上各种咖啡 都是靠实验室做出来的 先将咖啡液取出 放在培养皿中 再利用植物细胞 培养出咖啡之意的味道 全球咖啡豆需求量不断增加 导致大量热带雨林被砍伐 芬兰科学家决定研发人造咖啡 能减少农药和肥料 以及运输产生的碳排 至于人造咖啡 消费者接受度高不高呢 看在专业咖啡师眼中 只要味道对了 客人就会上门 不过新型食品上市 还要获得美国或欧洲的监管机构许可 芬兰实验团队预计四年之内可以成真 让人造咖啡进入市场销售 TVBS新闻最后报道